来到海边我那个天哪发现了一个这么大的鱼 最近的温度轮下五六度海风呼呼的吹 这条鱼都已经被冻的僵硬了 这么大的鱼搁浅了属实太可惜了 有的朋友喜欢干海的乐趣 进来就可以点了个小红杏 想要知道这条鱼拔出来有多大的 记得双击加关注 十点半左右直播干海 记得观看哦 这海蜇是摊桌上一道美味 有好多朋友私信我说 如果说你图手剪泡一个海蜇的话 我给你点了一个红杏 然后给你加上一个关注 看你直播 真的假的老铁 给点两个红杏 加个关注 咱们一会直播干海了 这条胖胖的鱼肚子里 到底是吃了乌龟啊 还是怀了鱼宝宝了 怎么这个样子 进来的兄弟姐妹 千万不要让我解剖啊 我绝对不会干的 感觉他可爱的 别忘了给个双击 再给个关注 给个关注 看我啊 赶赶直播 来了朋友们 这是海边蜜洞里特有的一种生物 名字叫海西瓜 越阴暗潮湿 它就越喜欢生长 有的朋友第一次见到这种生物 反手给我一个双击 不给双击给个评论也行啊 咱们下午一点多一点 海边捡海鲜 等你们 我说如果你把它成功给解剖 里面有墨的话 我就会反手给你一个双击 铁子你瞅瞅 我感觉这么多墨 够我上网九年义务教育的了 老铁一进来 发现这么多墨 并且手机有点 会反手给他一个双击 老铁会加个关注 看我直播